哈喽朋友们,我是中国博,现在人在新加坡,都知道新加坡很贵,看标题你们也知道了,今天呢我要去新加坡的一个超市,看一下里面的东西到底有多贵啊,今天要去的这个超市呢叫做Cold Fresh,是我查了一下在当地应该算是比较贵的超市了,等会呢我们就去到这个超市里面去看一下,然后今天呢我想玩一个不一样的,我打算在超市门口找个路人,跟他逛超市,要不然我一个人逛有点无聊的,我想找个人一起逛逛,然后呢,深入去, 去了解一下这个新加坡的物价到底怎么样,这个超市的物价到底如何,朋友们啊,这个就是这个Cold Fresh的结葬区了,等一下我们就从这个出发进去啊,看着门头很小,不是很多人的样子,OK,走,我们出发进去里面看看,好吧,看看啊,我现在所在的这个区域呢,牛奶区,给大家看一下这边的牛奶吧,这个明智的牛奶,这个是卖6.65两升, 30多,这个牛奶我不知道算不算贵啊,我现在得找一个我知道价格,然后但是它有很贵的东西,冰淇淋吧,我们啊,看一下这个地方的哈根达斯啊,一罐17.3,你们自己换算一下吧,我觉得这个价格不算太便宜啊,太热了,有点想吃冰淇淋啊,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到买的时候,现在不买啊,先找到个目标,跟着别人一起逛,好吧, 要不然自己真不知道买什么东西,我可以到时候让那个人买一点冰淇淋,我就把它拿走了,这个朋友们怎么说,7块4个玻璃瓶,250号升,有点那个啥了吧,朋友们啊,这里还有熟悉的包装,乐视薯片,多少钱呢,2块新澳币啊,新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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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那个新加坡币,10块钱一包,贵贵, 说实话啊,上去跟人家说,能不能跟着你逛超市啊,有点难以启齿啊,而且这边我都不知道开口说,哪种语言比较好啊, sorry,do you have a minute? yes,中国人,能看出来是中国人吧? 能看出来,像一般穿那个穿北京本国和拖鞋,哦,就不是本地人的穿呢,那是会国语是最好的,是这个样子的,我就是在拍一个视频,然后我是中国人, 我来,这样吧,你今天所有的消费,我来买单,怎么样,就你买什么,你买什么,我都买单, 所有东西都,没有预算,你随便买,随便买,好吗,下雪本,下雪本,因为你就一个人吧,肯定吃不了太多的东西吧,那我看你是在买草莓,那你就先选草莓吧, 我看这里的草莓都是进口的草莓,对,因为山坡现在它自己没有农场嘛,所以它所有的水果啊,食材都是进口的,韩国的草莓,价格是11块5, 我觉得差不多,稍微多一点,这个是日本的草莓,对,这个5个要14块,日本草莓更贵一点,可能大的,那你选吧,你选吧,你选一个吧,那我选一个稍微便宜一点,这里便宜,像这个吧, 就是韩国的草莓多一点的,OK,OK,没问题,没问题,没问题,我刚才还拿了一个蓝莓,蓝莓这一小盒要8块5了,这个有多少,200克,但是这个它颗粒比较大,OK,OK,像下面一个是4盒,就是12块钱,这个稍微划算一点,是吧,4盒,那这个超市为什么价格会更贵一些呢, 因为我,我是在网上查的说这个价格,这,这,这家超市是偏贵的,对,因为它其实,那种超市有分等级,就是可能,像国内不是也有山谷吗,那种,就是高端一点的,这个就可能相当于国内山谷的水平,OK,你是在这边生活了很多年了吗,差不多3年半吧,3年半,OK,OK,OK,那,那继续跟着你走吧,这里,你觉得最贵的水果是什么,就是在新加坡, 新加坡,我觉得是榴莲,新加坡卖榴莲很贵吗,不是挨着马来西亚很近吗,对,但是它因为也是要进口的,所以可以贵,就是有个进口税是吧,对,我刚刚靠那边有榴莲来的,但是我没敢买,因为太贵了,因为太贵了,没事啊,今天你的所有的消费是当重彩票一样的,无所谓的,可以,那我下午不用上班了,你下午不用上班了,要把这个超市翻空是吧,这个是榴莲,这个是榴莲,哦,它都是, 就是,我其实不怎么吃榴莲,所以我也不太清楚,国内的榴莲是什么价格,反正这个一百多,一盒,我有印象,我之前逛上市以后,就是看到一个那种完全的一个榴莲,在国内的话,可能要400人民币吧,这个应该是那个半个左右,半个是吧,那其实好像还可以,哦,看一下这个西瓜呢,西瓜有点贵的,这个一小小的一个6.5万,而且这个都不是这个季节的,切好的水果差不多,我看了一下,都是30 我就木瓜,像是3个9,木瓜是这边比较便宜的水果了,是不是,这个,4条,4块5,木瓜我吃的比较少,朋友们你们来评价,怎么说你这个要不要整一盒,可以,我怎么像是再给自己增加一些消费,没事啊,我如果说我有那个想要吃的东西,我也就拿了,好吧,到时候一起结了,这边蔬菜贵吗,你要买蔬菜吗,像这种是有机的,有机的更贵, 中国竟然比较便宜一点,那今天你可以买有机的whatever,真的,你今天organic llama,我也顺便来看一下啊,这个多贵啊,半沙拉的这个,哎,这个,这里看它是,这样价了,啊,这样价了,吓死我了,对对对,这算是2块多,2块多,ok,我看到这个半沙拉的一袋,它原本标价8块,哦,那个新加坡币,这个是什么,玉米啊,玉米超级贵的,超级贵, 一个要3,2.85,就这么一个,一个2.85,whole,yeah,就是这个地方,地小,是真重不是来玉米的,我觉得,混合沙拉,可以,2.75,沙拉,就是不带酱的沙拉,就各种蔬菜叶,ok,这个是牛排里面配的笋,是吧,这个how much,这个5块,5块8,5块8,180克,god damn,这个是, 6块9毛,ok,ok,这里有这种大蒜,你要不要大蒜,老大蒜,来自中国的,就是一袋1块9,这个怎么就那么贵,这个国外精神的,就要7块钱了,这个是西班牙了,西班牙就要7块了,这个大蒜都扁了,西班牙的大蒜,可能没有人买的,真是,你有对象吗,你给你对象,你没对象,我说你有对象,你有对象多买一点, 你有室友,是吧,你有室友,那你多买点吧,哇,这个南瓜,Australia,的南瓜,一小个,6块7,7块钱,熟食去了,你要,你要,你要吃吗,看一下吧,这个是,就是那个,三文鱼寿司,但是它没有标价吗,哦,标了,我说它这个价格上比较多了,这个还可以吧, 哎,我看一下这个,是,纯,你要这个吗,我记得我在英国的时候买过,大概是9磅,大概跟这个价格是差不多的,这边新加坡有没有什么特别贵的东西呢,你觉得,就是贵得离奇的,其实新加坡的酒,酒很贵,看一下,我也看一下,我看一下这边的这个酒价,科罗纳,两个,这个大小的,9块45两瓶, 贵贵,这是超市的价格,那在外面喝酒是不是更多啊,对,就超市已经贵成这个样子了,那应该是它的这个酒税比较贵,这个是什么,这个啤酒一瓶要12块5,朋友们,what,就这个价格在国内基本上都可以买那种,大家经常喝的红葡萄酒了,这里确实很,很夸张哦,这个酒价,就是我发现一个很神奇的现象,就是酒瓶子上面全是毁,真的,这个酒瓶子上全是毁, 感觉没有人在这里买酒,买酒就是鸢肿的感觉了,好多灰,这个酒上面,这里边是白葡,白葡萄酒,这个现在是有一个,打折,好像是,31,两瓶,感觉比啤酒划算,你看它那么大一瓶,刚刚那个啤酒那么小,这个那么大,看一下水吧, 平时,平时喝什么水比较多,平时我在办公室,我就喝办公室的水,那家就烧水,就不太满,这有超市的酒水,超市的水,我看了一下,确实有一点,这个是美国的嘛,smart water,3块2,这个是一升,一云,6瓶,17块1,但我觉得一云不好喝,一云有点色色的,那有没有什么,新加 大泼的水,我看这里都没有,都是进口水,给大家看一下吧,这个是,看到是这里最便宜的水了,三角标清热水,这是,感觉就是烧的白开水,它是发烧的时候喝的,发烧的时候,what,这是最便宜的了,0.5,成分也没有,除了水之外的东西啊,清热水的感觉就是凉白开,我,我拿一个这个吧,我拿一个这个吧,这个太,太 太 crazy了,白汤,这个是新加坡的,水,这旁边有大平一点的,1块6,我买个大平一点的吧,肉是不是要看,这边肉算贵吗,对,平时自己做饭吗,我自己做,自己做饭,那会整点这个肉吗,我看一下,但是好大一份啊,这里卖的,它都是100克100克的,它有吗,100克,哦,它是100克,对吧,这个是猪肉,你要买牛排的,牛排,OK, 我们有两种,三种牛排,一个是grass fat,全部是炒的,炒式牛排,这个是卖的,grass fat,股市吗,就是吃饲料的,是卖,最后100克它是卖的,这个是和牛,和牛是最贵,就是澳洲的和牛,那你买这个呢,和牛是吧,普通的Lusseroy,和牛,和牛, 和牛,我们有两种,一个是Pandaloid,一个是眼肉,一个是Seroid,我想要眼肉,眼肉,OK,你要几片,等一下,看你要哪一片,这里全部就是,看一下,给他们看一下,这个品质,看着还可以吧,有肥有瘦,感觉还可以啊,这个,这是新鲜的,不是冷冻,冰鲜的,其实应该很好吃,回去就吃了,必须吃啊,今天必须把它吃了, 可以吗,可以可以可以,必须吃啊,别放到冷冻里面,再拿来几盒,不要放冷冻哦,我猫不顾你的这一片,估计210克,我是牛肉大师,谢谢,哦,172克了,不是,不是吧,326克,326克,56.33乘以5, 给你,我以为你要直接拿走了,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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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还要开肉吗,我不开肉,哈哈哈,我看他没有冷冻,我看他价格为什么要开肉,有的朋友们,刚刚那个是冰鲜的,这边是冷冻的和牛啊,都是切好了一片一片的,大概价格,我看了一下,都是在20左右,走,那这边是牛奶和酸奶,哎,等一下啊,我之前看到这个Ice Cream,我自己有点想吃的, 但是有点,有点贵的,这边Ice Cream算贵吗,冰淇淋,我觉得好像还行,你觉得还行吗,不是,你看这哈林达斯国内一勺,不也得340,我看了一下,感觉还是算比较贵的,但是这里都太大桶了,太大桶了,算了,继续买牛奶吧,酸奶,酸奶,我有一个很喜欢吃,但是我都太贵了,一直不买的,有个很喜欢吃,但是很贵,一直不舍得买的,你拿出来,我看看,有多贵,酸奶能有多贵啊,学弟们,就是, 这就是一小盒,还有4块2,一小盒,4块2,20多,但是这个好像不是最贵的吧,我看这个上面,这还有,这个6块多的呢,它是大桶吧,这有人喝过吗,这个酸奶,好喝吗,你喝过吗,这个酸奶,我喝过,很好喝,不错,我觉得很好喝,你觉得不错,有那种饼干脆,是吧,买呗,你买呗,买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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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我也尝一个,我拿个草莓的,可以,4.25,那你挑一个味道最好的,好吧, 我拿一下,我尝一下,这是什么,百香果,没有,没有收个无糖的,酸奶,它,它有勺吗,它没有勺,4块多东西没有勺子吗,结账的时候会有勺子吧,也没有勺,今天不用手崴子吃饭法吧,不会被罚款吧,给大家看一下啊,感觉你本来是没有多少需求的,我按给你加了很多需求在里面,一箩筐的东西,怎么说,还有没有要消费的, 没了,没了,挺多了已经,没了,就这些了,今天就这些了,等一下就是去买单了,你买了吗,我确定我买,好吧,没有任何的问题,好吧,君子一言,四马难追,朋友们,无论今天东西消费有多贵,王公子买单,好吧,我觉得以后就是,如果说还有这种海外系列的话,咱们就这样拍,找个当地生活的,然后跟着他一起shopping一天,然后帮他买单,不会接到这样,然后就会了, 我也没有办法退啊,怎么称呼啊,还没有,不知道,我叫姚海,姚海,OK,做什么工作的在新加坡,广告的,做广告的,这个买的东西不会有你的广告吧,不会,不会,OK,走吧,走吧,忙猜一手,今天消费多少钱,朋友们,你是membership吗,我是membership,那你可以用会员吧,不愧是经常来这个超市, 都是membership会员来着,这个超市办会员有什么好处吗,它就是有一些积分,然后可以,还可以用支付宝买单啊,我刚看到了,等一下我用支付宝给你买单,这个时候支付宝赶紧给我接个广告啊,还可以吧,我上次在英国自己买了一堆乱提包的东西,我买了1000人民币,不是800多人民币,你买酒结账还是需要有人帮忙的,平时你自己来这个超市一般是消费多少钱左右呢,一般,30到40, 30到40是吧,OK,OK,你看贵了一点点啊,可能不止一点,还行吧,还行吧,这是我自己,就是你今天买的这些东西是我平时在国内逛商是我,我自己就会买很多,我刚刚看他这酒你不买吗,这水果你不买吗,这水你不买吗,这酸奶你不买吗,那我点了,check out,阿丽佩,今天汇率多少我都不知道,马云老师,优化一下好不好,打不开了,今天总共全费873点, 其实还好吧,就是在我的预算范围之内,我以为要花1000块钱,还可以,还可以,还可以,跟你们想当中价格差不多吗,怎么样,今天开不开心,买了单,好吧,然后呢,感谢你的时间,然后最后的这个时间我来尝一下,这个热清水是什么味道的,火草, 哦,甜的,火草糖水啊,好甜,我以为是普通的水来着,我在这个里面喝水不会被罚款吧,哦,不会,这样没事,那个,那个,酸奶,酸奶很好喝的,没有勺子,但是,哦,闻着还是挺香的,没事,我先舔一下盖子啊,这个酸奶也太健康了,没有味道的,一点都不甜, 全,就是纯纯的这个酸味,嗯,god damn,朋友们,我们的新型的抛饰系列,试验的第一期,就先到这里了,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时间,好吧,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呢,就是你帮我说,对着镜头说,喜欢这个视频一定要一键三连,大家喜欢这个视频一定要一键三连,多多关注中国伟位,大家都关注一下中国伟位,OK,OK,下期视频再见,拜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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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